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华为家的手机大家都知道 目前他们的手机对外开放的快充只有22.5瓦 华为手机购买第三方品牌的充电器的话 确实是很尴尬的 这些充电器给华为手机充电 真实的功率普遍在15瓦左右的功率 不像其他蓝绿厂有任何快充 荣耀手机陆续开放PVS快充 米家有库台科 魅族中心本身就是公版的PD协议 华为用户就只能用它的 原装充电器 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门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今天给大家测试这款100瓦 新款的华为的快充的充电器 这也是华为Pure70这款手机 标配的一个充电器 华为的产品都是这种白色的包装 华为超级快充MAX100瓦 华为的logo中间是充电器的图片 这是华为快充的标识图片 背面的话一样的写的超级快充充电器 兼容11幅6安 也就是66瓦 10伏4安 40瓦和22.5瓦 然后这里写着产品的规格 下面是制造商信息 底部是商品的防卫码 还有条码信息 我们打开包装盒 封条也是带防卫标识的 拿出充电器本体 内部一根6安的数据线 这根数据线 咱们这一期视频不做测试和拆解 我主页里面有这一个华为6安线的拆解视频 100瓦充电器本体 装充电器和数据线的卡子 原装正品的充电器 三包凭证必须有的 这是有害读物清单 充电器连包装盒203克 连数据线一起的重量163.5克 单数据线重量28.6克 单充电头重量134.9克 充电器外部有一张环保的纸把它包着了 直接撕掉吧 纯白色的充电器的外观 充电器的宽度55毫米 高度也是55毫米 连插角的高度70.7毫米 充电器的厚度28.3毫米 华为的充电器看好这个字体 假货的话做得非常的粗糙的 100瓦的标识 循环实电的标识 二维码信息 3C认证 3C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双路绝缘 试内使用 这是型号 输入100-240V的全球电压 下面就是输出的三个档位 华为中端有限公司 充电器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 进入实际充电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充电协议的情况 这是华为的私有协议的充电器 应该是只有它的快充私有协议 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协议的情况 FCP它也显示的是100瓦 但是只有两个档位 5V2A和9V2A SCP100瓦档位 3.4V-21V 0.03A-6A QC2.0的5V 9V 和这个DCP基础功率 手机的实际充电 我们先用这一个荣耀90GT 来测试它的100瓦充电性能 启动MAX100瓦 我们启动急速充电模式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11% 我们直接采集它的充电数据 这个荣耀90GT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73瓦的高功率 持续了大概30秒钟 然后下面就是61瓦的功率 持续了一分钟左右 后面就是51瓦的功率 持续了30-40秒 46瓦的功率 也持续了大概40秒钟 后面就直接降到41瓦的功率 充了4分钟左右 再降到35瓦的功率 充了十几分钟时间 后面就是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室友协议的最高功率 大概也就是持续几十秒钟时间 整个充电时间从11%充到100% 用了37分钟时间 我们看一下温度 最高充电温度50度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28度左右 这个充电器66瓦的功率段 我们用这个荣耀60来进行测试 启动MAX66瓦的标识 这个手机目前只有2%的电量 我们直接采集数据 电已经充到了100%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功率达到48瓦的功率 只持续了10秒钟时间 然后后面就是43瓦的功率 持续了两分钟时间 再降到34瓦的功率 持续了两分多钟时间 后面的话大家看一下 就是25瓦 18瓦 25瓦 18瓦 25瓦 这样的波动 一直冲到90% 就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整个充电时间 从2%的电 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1小时 13分钟时间 这就是66瓦的 室友协议的一个充电过程 温度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最高温度是42度 比刚才100瓦充电 温度低了8度 我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8度左右 由于这个充电器 它是一个私有协议的充电器 我们就没办法直接来拉它的最大功率 我们就用 右片器来右片出它的最大功率 然后来进行烤机测试 看它的温度墙设置是多少度 我们用这一个仪表来进行右片它的最大功率 然后这一个仪表我们监测它的功率的输出情况 按照它私有协议的规格说明 它有5V 11V和20V两个MAX档位 我们先直接来20V 5A 我们现在把电压调到20V状态 我们先启动4.1A的负载 也就是80瓦 我们逐渐的加大电流 现在是94瓦的输出功率 这是20V 5A的状态 我们就这个状态看它能持续多少分钟 这个充电器100瓦烤机测试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100瓦的功率持续了14分钟时间 就启动过温保护 温度的话 大家看一下温度曲线图 在58度的时候 启动温度保护 功率就直接掉为0 功率停止以后 这个充电器温度不可能一下子就降下来的 它还要慢慢的爬升温度 一直爬升到最高温度是62度 同样的方法 我们启动11V 最高只能启动到5.5A的功率 也就是真实功率63瓦 我们进行烤机测试 这个充电器66瓦 烤机的状态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运行了29分钟时间 功率就直接降为0 温度的话是在62度的时候 它启动的过温保护 然后停止以后 温度还在继续的上升 上升到最高温度67度左右 这个充电器的功率输出 也是非常强悍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测试这个充电器 最关键的数据 它的电能转换效率的情况 和文波输出控制的情况 表现会怎么样 我也很期待 首先是这个充电器 110V 60Hz状态 插电的浪涌功耗 0.2瓦 非常低 然后待机功耗的话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几乎就是0瓦 这个待机功耗几乎就是为0 非常不错 SCP档位 5V 2A 10瓦的功率 110V输出 12.6瓦 这边直流输出 10.2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1% FCP档位 9V 2A 18瓦功率 110V输出 20.8瓦 这边直流输出 17.7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5% SCP档位 11V 5A 55瓦功率 拉不到66瓦 我们就算 55瓦的功率 110V输出 62.2瓦 这边直流输出 51.7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3% 25V 5A 100瓦功率 110V输出 111.7瓦 这边直流输出 97.1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7% 这个充电器 225V 50Hz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 浪涌功耗 3.9瓦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平均待机功耗 跟110V是一样的 0瓦 非常优秀的一个 电路设计 待机功耗 几乎为0 FCP档位 5V 2A 10瓦功率 225V输出 13瓦 这边直流输出 10.3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79% FCP 9V 2A 18瓦功率 220V输出 20.9瓦 这边直流输出 17.8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5% SCP档位 11V 5A 55瓦功率 220V输出 61.9瓦 这边直流输出 51.9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4% SCP档位 25V 5A 100瓦功率 220V输出 109.9瓦 这边直流输出 97瓦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 88% 这个华为原装的 100瓦的 室友协议的充电器 转换效率 测试下来 110V的平均 转换效率 有84.3% 220V的平均 转换效率 也有84% 这样一个转换效率的话 也算是很不错的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测试一下 这个充电器的 纹波输出的情况 FCP档位 5V 2A 10W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71.3毫浮 平均纹波 64.2毫浮 9V 2A 18W的功率 也是FCP档位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86毫浮 平均纹波 50.5毫浮左右 这是这个充电器 SCP档位 11V 5A 55W的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 最高的时候 56.9毫浮 平均纹波 42毫浮左右 这是这个充电器 最高功率的时候 255A 100W功率 SCP档位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61.5毫浮 平均纹波 46.2毫浮左右 这个纹波表现 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华为 100W 私有协议 快充充电器 针对的设备 就是华为和荣耀 自家的手机 或者平板电脑等等 实际测试下来 100W功率 不虚标 只是私有协议 不可能有 长时间的 大功率输出 温度保护到位 转换效率 非常不错 特别是 待机功耗 几乎是 可以忽略不计 纹波表现 没有超过90毫浮 也是非常不错的 只是现在 华为配件 假货满天飞 自己购买的时候 要注意一点 因为华为的用户 想要高功率的快充 唯一的选择 就是这个原装充电器 保护好 你们手机自带的充电器吧 喜欢我的视频的老底人们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